汐止隆山林要往返汐止 得要绕好大一圈的路 另外紧邻的水帘山庄 如果要到台北市的话 一样得绕一大圈很不方便 再加上时候地区塞车情况严重 因此地方一直有开辟新路的规划 而在今年中的会刊中 规划从湖前街金龙湖 以开辟隧道的方式解决交通问题 只是评估了半年情况如何 11号上午市府新工处 也到了议员廖正良的服务处 做进度报告还有讨论 这是在今年7月份会刊的画面 主要是因为水帘山庄 要到台北市得要绕一大圈的路 相对的龙山林社区要到汐止 得要经过台北市东湖 一样得绕路走 浪费时间也不方便 尤其是后塞车情况严重 是不是再找一条路接台北市值得探讨 虽然好几年前就有开辟连外道路的计划 却因为路线问题 还有两边社区都有相反的意见而作罢 而年初是否是再度提出了新的方案 只是在当时做地方说明会的时候 究竟隧道可不可行 给了半年的评估时间 而究竟进度如何 11号上午市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 也到了议员廖正良服务处进行报告 今天来的时候也有谈到就是 汐止民生县的这个福德山路的这个 道路的托关的问题 假使这条道路配合捷运托关到20名的话 我们也建议就是说从福泉街打个这个寒洞 经过中山高接福德山路 车子也可过来 那行程也过来到我们汐止民生县测站来陈测 我想这是也是其中的一个方案之一 社会地区连外道路的替代方案来做一个研究 以及我们跟台北市协调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知道台北市那边 大概还有一些相关的意见 那我们后续会再继续跟台北市 再进一步的沟通协调 那除了跟台北市沟通协调之外 我们自己本身跟以往以后的 民生县子线的一个结合的方案 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评估 新的路线方案就是在水莲大桥这里 沿金龙湖另外开一条路 并且开隧道只同台北市接康乐隧道 因为不止水莲整个大社后地区交通一直难解 再加上这两个社区的住户多 还有白马省社区 加一加就是好几千户 每天进出的车辆这么多 如何疏解 社区表示真的迫切需要开批一条连外道路 那希望说这一条内沟西的这个连外道路能对我们社区 尤其我们社后地区这边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也希望辽医员刚刚后续提的这个 从我们湖泉街街康宁街的这一条 直接穿过高速公路的寒冬这个计划能够同时进行 会碰到很多困难 那我相信大家还是需要跟多沟通多协调 那这方面呢 因为现在社后地区那边是打了一个死结 我们很急迫的需要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一个往外通的道路 当天包括社区 里长都来参加 一行人也针对了两个路线方案进行探讨 主要还是卡在另一方出口是在台北市 在这几个月的沟通协调并不顺利 得到的回复是怕会影响台北市端的交通 所以接下来也将再继续协调 另外道路方案目前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从湖泉街 接到台北市那一侧的康乐街 就是百码商庄前面接上去 另外一个是从明峰街 第二个方案是从明峰街接过去 也是通过隧道经过第八公墓 然后到台北市的百码商庄 到街道康乐街这两个方案 规划的时候会经过哪一些困难点 经过台北市台北市那边的都市计划 还有生态的方便他们都有很多的预见 后续的我们会请我们理性委员 再请我们的台北市所谓的官员 相关的官员还有新北市相关官员 招立法案再来开个这个说明会 把这个事情看有没有办法能够促成 在短期内委员这边会召开 跨市的協调会议 到时候会邀请新北市政府 以及台北市政府相关的局势部分 一起来针对这个工程案来进行协调 为整个大事后地区再找新路 现在针对这两个路线 立委里庆华将聚中协调 邀及新北市台北市等相关单位 在进行协商 解决惠林戏剧采访报道